来 后悔了 老师好 老师好 会议室来吧 好 接下来是这样的 上午看了诗表 四组里面有三组认为 副驾驶是一个死后的 是吧 那么我们有些照片 包括组织学的剪裁 出来了 总老师带着大家看 然后结合案情 结合我们上午看到的 一些诗表 来判断一下 他的死亡原因 死亡现场 死亡时间 有没有疑点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肝吗 这个看出来是肝 大一般肝脏有多大 一千二的 一千二一千五左右 十五的倍数 所有的器官的重量 跟十五的倍数有关 十五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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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刚才说 我说的重量 我说的大小 肝脏大小 我们说是三个八 二十八乘四八乘八 所以这个肝脏呢 这个大不大 感觉缩了 缩了 这个估计一般人可能看 能看得出来吗 夹粘膜 上下纯着这个夹粘膜 这是一侧 这个 有什么意义啊 波波 他是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擦伤 可能有没有生前五口鼻的 这个粘膜下这样的一个出血 是不是可以就是有过搏斗啊 或吃连牙齿啊 会碰到口腔粘膜 波波刚刚讲的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武德焕也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个我其实是有点觉得 它是一个手段途径吧 就是可能是让它陷入一个 昏迷的一个过程 那应该就是极限制袭吧 口腔里面看到一个小的一个神伤 就他发现一个证据以后 他会去做一些推你 而且推得很准很准 这就是一个闹我吃惊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一个气管 呼吸道 气管 气管 我可以看 可以进去 可以进去看 可以进去看 碳幕不是这样子的吗 碳幕我应该这样 有点白了这个 我觉得不是碳幕啊 我感觉这个没有浮在表面 它是属于联膜的一部分 这是吃的东西还是血啊 这什么 这啥 吃的东西吗 打冰块 这像冰块 还有一张片子在哪里 我看看稍等一下 这个 怎么这样的 黄光 然后它里面就是像那种黄色一样 应该是尿就是动成冰渣的那种感觉 我认为是冻的 我觉得它有被冻过的表现 习惯收缩之类的 会形成空腔 而且还有一些断裂的地方 我认为被冻过的可能性 碳幕就是他吗 我支持 我很认同 小英他又给你挖坑 没有 我挺认同的 好 你就挺认同的 对 挺认同 是吧 对 就算阿克我也认了 我挺认同的 这个人是在火场里面发现的 嗯 结果却 有冰块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它是先被冻了 然后再被烧了 长生是第一个 推弹了死者可能进行冰冻的这个过程 说明他的思维是非常敏捷 这些知识也是比较杂实的 好 就周老师可以给你们 提供一些 现有已经做出来的一部分信息 主要是比较重要的 都给你们了 就可能说最好玩球之后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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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你们上午的现场監察 情报传过去以后 你能让他立马把那个声音源查出来了 可能跟我们这个伯伯 推测的有点类似 在根据年龄九分法嘛 然后推断年龄大概是三十八到四十五左右 他是这个悠悠的邻居 胜男的老公 对啊 我们我们选的是可疑 然后结合案情 觉得很可能是胜男老公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则就是 情报来得越早 我们先处理它 对这个人的案情调查资料又来了 传过去 这一份 大家看一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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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